台湾中合金共议已经来调开轮丹会 意识到每年的经济苦涉 台湾中合金共议創本领老太英 迈出席参务 将对着国内专业经济表现 还有未来朝向来支持分析和说明 今年专业经济的第一年 可以说更不错 不理会到第一年 就非常衰退 老师和欧凯兰政经 影响了专业人 介绍压关 美国通宏压力警战 那这些索案会票进行持续 经济不理应手接下来 全国经济为疫情更欢和 在这边的经济水平危机 台湾中合金共议創本领老太英 表示经济有困难后 就较高三行保护主义 不理会他也是主义 没有要自由化 就是当经济有困难的时候 就产生保护主义 但是保护主义起来以后 个个都在保护 对你本身或者全球的经济 反而不利的影响 这个时候 全球都要求贸易自由化 互相产生贸易壁垒 对全球的经济发展 对他本身也都不利的 那这个就是 有时候因为 政治人甚至我说是政客 对他自己的利益 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牺牲了全球自由贸易的利益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情况 所以我是一直主张贸易要逐步的自由化 国际经济世面是很特别 影响经济行动的不较定属 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新局势 路线与欧减典的欧缩发展 还有各国会票进出 外流影响典议帝 都会影响到经济的表现 因为老台也针对到 东南阿国家 尤其是印度起算的部分 来做分析 印度当然 印度起来的基本上是 它的基本问题的 国内 因为印度一定会起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人口众多 它现在人口都超过大陆了 那工资便宜嘛 那一般来讲 印度人的素质还蛮不错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工资便宜 有很多国家的劳动密集性的产业 就往这个工资低的国家 过去大陆也是因为这样的受益嘛 那现在这个受益会逐变转到 印度还有东南亚的国家 台湾针对到国内经济发展 台湾综合研究营标识 安生每年来报数据 除了在外面 民间消费可能会去给予华 民间投资和出口 都会有命令到 够急急 各专业经济 没有够定性的影响 信用空间也有限 这些不理的影响 都没有在第一时间来开放 面对的更来外的问题和调整 我们要坚持来应对 记者 与民间台湾 最后不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